刘海龙 因为他在最出道的时候呢 他的披挂腿呢 时常是接中对方 所以呢 大家给他起个绰号叫 牛腿披挂 那么刘海龙呢 可以说是战绩标饼 在99年中美对抗赛的时候 他就获得了亚军 在2000年全国无数三大锦标赛 75年级的冠军 接着又获得了全国冠军赛的冠军 在01年的中泰之战 他战胜了泰国选手 而且他两次把泰国选手 摔出这个蓝绳以外 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九运会上 他获得了75名级的冠军 我们再看看近两年 02年 他再度战胜院玉宝 成为中国超级三大王 03年呢 战胜三大王保利高 再度成为中国超级三大王 04年1月2号 获得了2003年度中量级三大王 刘海龙 和水谷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两个呢 上来的时候呢 打得比较激烈 这个刘海龙呢 也是比赛经验丰富 他在这个比赛里面 他节奏控制的特别好 对 而且技术也比较全面 这个运动员 连续的腿法进攻 然后近身 哦 哎呦 这个 日本这个选手呢 抗胜的能力 对 那么 刚才又一个 刘海龙一个家脑袋呢 让日本的运动员呢 他做一个抗摔的 还是做得不错的 这个运动员比上一个运动员 就说水平要高一些 哦 现在 在整个场上的情况来看 这个 一方的运动员还是比较有实力 嗯 但是呢 从技术的信念呢 来讲还是要比 刘海龙逊色一些 嗯 那么刘海龙刚才来了一招 这个 呃 欲擒先中 对 但是呢 作为刘海龙不能跟对方 进行这种拼打 是的 嗯 嗯 嗯 刘海龙还是要采用一个 呃 防守反击的战术 嗯 刘海龙呢 这两年呢 这个也是 呃 有点 发胖了 对 啊 这个级别也增加 对 哎 现在场上的残判李世英 那么正在给运动员 读秒 李世英呢 是北体大的一个副教授 也是我们武术界的一个 年轻的博士 嗯 这个 呃 一方被阻读秒 哦 跳了他就要丢分 对 海龙呢 他这样连续进攻的进攻对方 对 对 防守这样会打倒对方 第二次躲秒 好 对方又起来了 嗯 嗯 嗯 哎 哎 哎 这个呢 场上的残判呢 看到这种情况呢 因为呢 比赛的悬术比较大 就要求 查曼长 给予停止比赛 那么现在 能不能停止比赛呢 要看查曼长的决定 嗯 从刚才场上的 一顿的情况来看到 对方已经失去了比赛的能力 哎呦 要问问这个日方的意见 对 嗯 可以 啊 来 刘海龙呢 现在刘海龙呢 现在从技术实力上都比对方强得多 你看 刚才 还用了台前道的一个技术水动作 哎 哦 很漂亮 这个组合 刚才刘海龙那种推法 在现在啊 全国比赛当中 很难看得到这种 很少见 很少见 对 嗯 好 就这一切后手 打中了对方 这个刘海龙啊 这个几乎把这个能用的技术都用上了 对 这就是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对 这个是 中国功夫 和日本急针空手道呢 第一次官方的这个较量 对 这个看来这样打下去呢 双方通过这个比赛进行交流啊 互相切磋 对 提高啊 提高是 还是得继续下去 就像这个中泰拳击对抗赛一样 对 这个今年九月份呢 在广州将继续进行中国功夫和泰拳的这个比赛 对方的运动员啊 哎呦 这两个运动员都是比较冲的 嗯 那么对方运动员就在这个 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感和他这个跟机的距离上掌握的不是太好 嗯 嗯 这个刘海龙现在用陪法呢是分散对方的这个注意力 对 刘海龙现在整个控制了整个场上的比赛的节奏 嗯 他想打就打 哎 这又一致前手摆拳击中对方了 后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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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情况已经 看来一方的选手是不能打比赛了 对对对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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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等于是刘海龙技术性击倒 对 嗯 主要是这个刘海龙呢他今天这个连续进攻啊 对这个发挥的非常的好 对对对 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呢 他这个拳法腿法都结合上套路也比较多 对所以使得这个日本选手呢防不胜防 这样也就没有还手之力了 对 刘海龙呢应当说 剩的比较轻松 虽然对方 对方日本选手 水谷拳呢也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是 但是相对刘海龙奖技术就要悬出了一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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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手 一级后手 从那个漫画的镜头看确实是一级后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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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有没有点要说的什么话语 我山东的朋友见着过来 谢谢人吧 我个人用这个成绩来感谢你们 对于你的对手还有什么话说 要不要鼓励他们一下 比赛呢 比赛就是说交流第一吧 胜负第二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中日方方互相在这个平面上交流 互相学习 促进我们这个运动发展 胜负我觉得更重要 重要是在这个内台上 各种的发挥自己向我们特点 请大家记住这张年轻的面孔 它便是刘海龙 看来这个刘海龙 不但这个比赛经验丰富打得流畅自如 连这个面对着记者的采访 他也是流畅自如 说明我们 我觉得他 我们的运动员 现在无数运动员的 就是文化层次和修养 包括他的 现在的品位提高了很多 整体素质都提高了 那么刘海龙呢 刚才说的非常好 这个胜负呢是次要的 主要是在这个拳击台上呢 双方能够得到交流 共同的提高 对 那么刘海龙下了拳击台以后 在下面也成了这个记者 呃 观众 观众的这个标点了 对 现在很多记者举着这个照相机 把这个刘海龙团团围住了 而在前面打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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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